不过说到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们的兵力本来就是非常的悬殊 所以一开始外界都估计 俄军应该是蛮快就能够攻下乌克兰的 可是没有想到都已经拖了超过两个多礼拜 而且俄罗斯看来打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是哪一些原因 让乌克兰能够抗敌 透过报道我们也带你一起来看 透过遥控加农炮 对使用Z字的俄军坦克猛烈炮击 隶属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 极右派团体亚素营 公布这段炮击俄军装甲车的影片 揭露乌克兰能小虾米 对抗大鲸鱼的重要原因 从数字上来看 俄乌两国军力 不论是人数还是国防预算 俄罗斯都是压着乌克兰打 但却没有打出普丁预期的闪电战 因为这批在乌克兰的俄军 几乎可以说是乌合之中 由于多数俄军都是义务兵 缺乏专业训练 让高科技武器无用武之地 人数虽然多达20万 但要面对的不只是训练有素的乌克兰军人 而是4000万乌克兰民众 乌克兰高昂士气全民皆兵 首都基辅甚至有汽车维修厂 化身兵工厂为正规军提供火力支援 加上自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后 乌克兰人普遍对俄罗斯反感 凝聚出庞大抗恶决心 即便有像这样 乌军用四十余发火箭炮 回进俄军的画面 却都难以反手为攻 外界若继续隔岸关火 避免进入消耗战 普丁势必技术更极端的手段 后果恐怕让外界难以承担 三例新闻上一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